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看我每天的收视帖子早点收到 或者想看某些资讯 你可以去Patreon支持我 其次我还有一个免费的Facebook private code 如果你觉得我写的东西又想早点看 或者想收多些我的资料 或者我发放的资讯 你可以去Facebook去加入我的 private code 其次有没有再贴近点的事? 有的 就是我会有两个谷 那两个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每日数据分析 每日即使数据分析 中间有很多数据 甚至有时会给大家一些即场的烟石 另外就是每晚我都会有另一个谷 就是其权盘牢仓位解读 主要是去分析一下每日每大户做的什么策略方向等等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在YouTube下面有留言 可以登记 或者有一条链在里面 有问题可以留言 或者PMO 现在正式开始这个星期的每周大使分析 欢迎大家回到奇权大叔每周大使分析 今天是10月10日 星期日 又一个星期了 开场之前都是历史的 你第一次看这段YouTube 麻烦你订阅的频道 最好按下旁边的小链 因为你才能看到特别节目 另外 如果你觉得我这条影片做得好 麻烦你给个赞 和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会尽快回答你们的 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星期的恒指 这个星期的恒指波幅很大 因为如果要计算 它就穿了底部 做了全年新低 又弹回来 收市价上回来 24楼 曾经穿过25楼 如果以恒指计算 那你问下星期会怎样呢? 从幅图看 它仍然在下跌轨里面 它曾经打穿过下跌轨 但是再弹回来 这次真的是弹的 真正来说 如果用周线计算 它也属于弹的 你可以说是一个单周转向 因为它破脚、穿头 已经做完了 有没有力 但是如果用成交来看 就是差点 为什么呢? 没有北水 整个星期的成交都变低 除了星期五好一些之外 星期五第一日有 北水回归 去好是正常的 但只不过只有1600多亿 多又不算很多 如果用周线看 下星期会有两个阻力位 一个是24991.55 这个位置今星期五已到 两个阻力位 不过收时间回来 上面还有一个 25438.39 这两个是用周线计算 如果真的向好 我相信下星期两个位置 都一定会破 还要站稳在顶上 但如果 其实就算周线好 日线好 如果 24615再次失手 大家要小心点 周线看到的东西就差不多 其实还是很淡 不过现在是刚刚的转向 是否见到底部呢 言之过早 看看日线有什么可以看到 稍后回来看看 说说日线吧 稍后见 回到日线图 日线图有多明显 这几天 连续四天一级一级上 留意一件事 它中间做了一个捏口 其实周五都原本有一个捏口 不过它回补了 它回补了 很有技巧 为什么呢 刚刚紧紧打穿 24615 然后回上来 回上来收视位 也很有技巧 是刚刚之前第一段 9月14日至9月21日下跌 回调0.5 差不够2点 所以非常接近 所以未来 如果用日线看 它上面还有两个阻力 1 就是 25087.32 其实不是差很多 只差少少 因为星期五 它曾经上过 2万5楼上 只差少少 还差一点 也有达到 未到 但应该 下星期来 我觉得 有可能 再上去 另外 再上去 就是另一条 刚刚又在周线里 找到那条 非常接近 只是低两点 2,5,4,3,6 所以未来这两个阻力 也有很大的阻力 如果真是跌穿 2,4,6,1,5 翻不了 以收视格计 那市场应该升完 会不会有身体 我觉得是有的 我觉得9月份的低位 应该未见 但是 如果它真的升穿了 2,5,4,3,6 那我就难说了 我就会保守一点 低位可能在 10月第一天已经做了 也不奇怪 但是 一日未升穿 2,5,4,3,6 下面的2,4,6,1,5 都是一个指标来的 跌穿那个 就向下走 升穿上 下面就是一个低位 还有机会上 但是 有多少力呢? 等个市场告诉你吧 我就觉得 今年的低位是未见的 还有机会的 但是 但是 是不是真的这么低呢? 或者 是不是 会看到 不停的向下呢? 那 我就 不是 常常 拿着个担当做人的 我就是 它升 我就做升 它跌 我就做跌 现在还有水鬼向上 那 我相信 我下星期回来 星期初都会做升 因为我仍然觉得 它一定要碰到上面某些位置 现在还未到 目标还未到 始终还未到 大家先做完 做完再说吧 再者 星期五的高位 只不过停留了不够5分钟 所以 不能够确认 它在2万5企运 今天没可能未是企运 所以 暂时来说 我应该还要 再衝多一口上去 下面 也有多少所力 24615 再下的就有 有裂口 可以补卖裂口 所以 向上就行 向下就行 不然现在向上好一点 希望下星期初真的向上 但难保 做店员目标之后 就有回头压力 目标有多少呢 分享会说过 留意收视帖子 收视帖子会说的 大致上 如果看行指就差不多了 没什么特别 我觉得可能有机会先升后铁 除非它升穿254 难说 后话 继续试 希望它 穿不到 穿到的我就开个特备给大家 如果站在上面我就开个特备 再说说后事会怎样 稍后回来说下星期的特别日子 稍后见 下星期四港股是没有事的 下星期有一天假期 但也有四天开始 我先读读读读读读读 行指 行指是星期二、星期三、星期五都强的 旗子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五强的 记住星期一走一半的 各指和行指一样 星期二、星期三、星期五 上证是一、三、四、五都强的 道指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五都强的 纳 S&P500 星期二是中的 星期五是强的 纳 纳 星期二、星期三、星期五是强的 网络去图 大家都很明显看到 星期五 这么多个我们观察的市场 都是共振的 中一是强的 谢谢 下星期五可能是一件大事出现 究竟是什么事呢? 不知道 暂时我都没有水晶球 大家留意吧 其次要留意什么呢? 留意星期二和星期三 两天都比较多市场强的 不过我觉得星期二会比较关心 为什么呢? 星期三的香港指数都是强的 加上美股也有全世界日 除了上证之外 所以星期二也不可以掉以轻心 再提醒大家 14日是什么假期呢? 从阳 如果跟着我久的朋友都知道 我经常说 从阳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 如果看过往十年行指 过往十年有好几次转角位 都是从阳左右的 大家留意吧 究竟从阳假期后 星期五会发生什么事呢? 到时回来大家再看吧 好,趋势图法则 和上个摆没有变 行指、各指、科指 第四阶段 好一点点 比上星期好 因为有部分各指和科指的持平 行指有点改善 上证仍然而第二阶段 是持平的 道指、S&P500、纳指 都是第四阶段 但也有改善中的 所以下星期可能会有一个 小反弹也不奇怪 几个市场、几个指数 趋势图法则都比较改善了 但可不可以进入第五阶段 仍然有所保留 未必有这么快 如果要做这件事 相信下星期一 就要升得很厉害 或者连续 接下来两个星期也会继续升 有些希望 特别的就先讲完 稍后再讲一下 10月和11月的课程 大家记得留意 因为10月、11月 两个课程 都是我的拿手本领 如果你觉得大叔 为什么这位置那么准 为什么炒金又准 炒恒子这位置又准 你就要留意这两个课程 稍后再讲给大家听 稍后见 又回到11月的课程 简介了 早前有人问我 大叔有什么课程 可以上升 今个月再安排了 道士短炒方程式 这是什么呢 这是综合了 道瓊斯指数创办人 以及江恩一些理论 放进去 找一些短炒的阻力和支持位 可以帮你去决定 哪个位置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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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两位古人 或者两位抗势的投资者 都有一样特性 就是他们入市前 都会定止蚀 当中教你如何计算止蚀 怎样令到每个位置入市 尽量减低损失 因为每个人 是可以肯定百分百 每个位置入市都赢钱的 就算是江恩 这么多人 他在74次的位置入市 都曾经输了几次 如果每次输了三次左右 有另外四次是止蚀的 所以每个人都会有 输费的时候 看错试的时候 但是止蚀就会帮到你 所以很重要 如果你要做一个长期投资者 这个必定要学习 课程就在10月尾开始 这个星期会有Early Bird优惠 如果你们尽快报名 有兴趣的话 还要说11月 11月的课程 就是趋势图法则 这是另外一个 我本人最有用的技术指标 如果你问我 看位这么准 很多时候趋势图 其实趋势图不只是有位置的问题 不是准的位置 我觉得到时的位置可能会准 趋势图是看到方向 方向圆了未 举个例子 其实广告也有写的 在去年的12月 11月尾到12月尾 大约6个星期 市场就在1000点上落 其实都挺闷的 每天都只有200多点 很闷 市场上很多人就说 哎呀 在做一个圆顶 很漂亮 很圆 做完这个顶后就要下 唯独是我 就说 这个是整固 整固完之后 每一个爆升 升到你不相信 去到12月30日 真的开始起飞了 开车了 砰 打上去 直至升到今年的高位 31183 那你... 这个是趋势图 都给我听 市场还未见顶 不是在做圆顶 是存在一个力 做一个整固 接着要再上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技术 而且这个技术可以应用在 任何有图表的产品 以及有成交心图 所以不一定有股票 不一定有期指 可以放在商品也可以 放在美股也可以 任何有图表的产品也可以 有兴趣的同学 如果一次过报完这两个课程 还有特别优惠 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或者直接在广告PowerPoint 有一个咨询的QR Code 屯堆那个 在那里找我也可以 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 希望未来两个课程 见到大家 这两个课程 帮助你改善 你们的入场 和投资技术 希望10月 11月都见到你们 下星期见 拜拜 订阅 我是要持阅 一直在在那里 自然的 点儿 是